那我講這個是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一條龍 所以今天來講 什麼叫一條龍 育種 種雞 孵化之後產生小雞 請農民施養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將來很多時候 農民是我們很重要的客戶 我們這邊有兩個客戶 一個是我們施養戶 一個是真正的大眾來吃的 那施養戶是我們很重要的客戶 因為我要跟他在一起來去養 全部是讓公司去養 我們很難做二十四小時的公司 養殖事業是要二十四小時的 去看他們 我們有時候做朝九晚五有時候比較難 去做養殖事業 所以養殖事業每天要盯著這邊看 所以養殖之後我們送來 但蛋是有席犬蛋 所以蛋即是席犬 土仔 肉即是土仔 把它做成加工 這裡面就會配合到很多的 譬如我們對肉品 對食品的評解 譬如說我們要對防疫 我剛剛講生活安全的防疫 譬如說我們還要怎麼樣去做一些 生技產品 讓資料能夠更有效的利用 我相信在明年底中國大陸就不能用抗生素 台灣很快也會跟進 這是全世界的趨勢 不能放抗生素 這是一個趨勢 而且應該也不能放 什麼是可以放就是真正得病的 並找它分離出來 那是給它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嗎 謝謝